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一晚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雖然今早局部地區有點驟雨 不過日後天氣繼續又曬又熱 在維港網出去天色相當好 見到藍天白雲 氣溫在長時間陽光之下上得幾快下 下午大部分地區的高溫有33度或以上 而新界北部更加有34度 接著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號 一個廣闊地下區 今日為菲律賓附近海域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不過距離我們還是比較遠 而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 今日華南沿岸的雲量繼續不多 預計普遍晴朗天氣還會維持多一兩日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大致天晴 明天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最低氣溫大約是28度 日後天氣會是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會是33度 而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預測明天最高滯外線指數大約會是11強度 是屬於極高 大家要做好防曬的措施 而酷熱天氣警告現在仍然生效 在持續的高溫天氣之下 大家繼續要保持警惕 留意著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出現中暑的症狀的話 要盡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並且尋求醫療的協助 好天了這麼多日後 預計天氣到這星期後期會有些明顯的變化 剛才提到的廣闊低壓區 預計到這星期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 它的強度和路徑現在仍然存有變數 不過在電腦的預報看到 跟它相關的外圍雨 但是到這星期後期會開始影響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 到時我們的天氣會逐漸轉壞 風勢增強 並且會有狂風趨雨和雷暴 所以我們只望 星期三位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仍然會是酷熱 而再之後那兩三天 風勢會逐漸增強 趨雨會增多 打算在未來長周末進行烏外活動的朋友 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和天文台發出的最新天氣消息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